今天在中常會召開之前 因為那邊招大陸都拿到了 所以深藍團體叫藍天行動聯盟 前往中央黨部大門口抗議 針對立委提名他們直言 不相信朱主席會大公無私的提出最佳人選 他們要朱立倫立刻下台 說朱立倫無論得望能力 都不足以領導國民黨 打一場艱難的選戰 其實不要講總統大選的人選 就光是立法委員提名 跟部分區立委提名 他們也都不相信朱立倫會大公無私 提出最佳人選 並且說朱立倫的提名 會嚴重影響藍營的投票率 跟立委的席次 請教一下民選 這樣說有到你嗎 我先說這份名單 六年長期都看不見 這份名單不是跟你講的說什麼 無私無我 你是在哭小的 無私無我 你沒有相信 這份名單 連動號都看不代表高深莫測 我覺得你比較厲害 高深莫測 我的政治經歷也不深 我背面又那麼淺薄 你跑新聞那麼久了 政治新聞跑那麼久 瑞德已經提議你當名單 中生代如果進去真的會讓人家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說要提選對會很簡單 把所有縣市長納進來就好了 對啊 所以以前蔣介石在中國 有一句話叫做蔣家天下成家黨 蔣介石轉了天下這整個黨是成立夫成果夫 兩兄弟 現在國民黨是什麼 現在是諸家天下富家黨 這整個黨是傅昆琦在搞的嘛 那你想想看為什麼徐曉星會失望 我跟你講啦 只要傅昆琦掌握這個黨務 你徐曉星就不可能參選立委了啦 你去檢舉傅昆琦 今天廢風太痛心 晚上開香檳慶祝 跟傅昆琦兩個人對贏 因為你被竟然趕在太歲頭上動土 去質疑傅昆琦 檢舉傅昆琦 你怎麼選 所以我真的覺得國民黨這些年輕人 你們就不懂得這個世道怎麼走 你早知道就應該去花蓮 太單純了 早知道就應該去花蓮去拜訪傅昆琦 叫要跟他 去領一個西瓜 我幫花蓮去跟他講花蓮西瓜 對 還要交心 表達忠誠 這麼笨 還敢去跟傅昆琦做對 不要混啦 所以我真的覺得徐曉星 你太嫩了 你跟胡佑爺這樣想 胡佑爺是要出意的 開始說 主主席會處理 意思就是這樣 丁 叫在心裡 連全民眾去問全民眾就說 不變評論 整個黃金陣容 一個要選總統說 朱憲他就要去處理 不用煩惱 代表立法院 說在國民黨裡面 形象算很好 他說 我不敢說 鄭明宗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但重點是說 都跳這個黃金出來之後 不好意思 我插個話好不好 曾明宗這樣就是評論 是嗎 不變評論 意思就是 剛好蓋一半了 不知道要怎麼說 如果問我說 水紅做人 什麼樣 不變評論 你這樣聽不懂 說不太了解 就很麻煩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這樣 你說他兄弟會 你看看 那兄弟會 可以發揮他很大的一個力量 好巧嘛 剩下之後也很好巧 但問題就是說 你被選舉跟總統是做會選的 兩個會在一起 侯友宜跟不懂這有連動 主理論跟不懂 這個名單出來之後 人可以去討論 我再說一次 我今天立委討論 就是說 什麼人 反過什麼多 就是你就是不能參選 結果呢 國民黨發言現在出來跟你說 那已經都關過了 我們今天在討論就是 就算關過 對就是討論關過了 如果在關下去我們就不用選了 就是關過的誰不能選 就是關過的誰不能選 結果國民黨出來跟他說 我定價的選舉人的主席 就是說 關過的就是要來做 所以我是因為國民黨 我們不要他笑 不要換 沒有啦 我們就說破壞 怎麼要他笑 這個就黃金陣容 黃金陣容之後 給外界來比看看 到時候他一定亂 但是亂下去之後 有效果嗎 李全教耶 富昆吉小富耶 國民黨都來自掌握實力的人 對 朱立倫現在敢不管 你說那個藍天行動聯盟去 在那裡 說朱立倫下台 朱立倫才會聽 不會聽 不好等 國民黨你把李全教換掉 你把福昆吉換掉 你看他會出事